當然我們要主力講人民幣 但是人民幣跌都是一直積墜下來的那個力量 一次過跌了4、5% 就是因為它不是自由買賣的 它是有官方在後面 我們叫做manage的 就是管控的 所以現在只不過追回一些它應該跌的東西 你問我 我看人民幣未來一年會跌穿7.18 先來講一下 整個環球現在個個都是看好美元 個個當然是說那些大基金、大戶 好像我們這些魚毛蝦米那些就是小戶 或者那些小投資者散戶 我們要跟大小的 你不要跟它爭脫 因為整個大小 如果當美匯強的時候 好像現在這麼強 你要理性地去找它的原因 有沒有劇情去支持它 通常我們說一個貨幣強 它自己的貨幣有原因 我們就叫做自強不息 是不是? 但是你也要看到那些貨幣的對加 就是跟它相對的 尤其是美元最容易看了 它是全世界貨幣的矛益 所以它們逐漸跟你說對方的那些貨幣 跟它相對的那些貨幣 它有什麼的積弱呢? 而令到每個都在貨幣拘捕糟糧幣呢? 你忍一點點去 我們過去兩年發生在香港的政壇一樣 無論是政府的那些行政人員 又或者是領導 到監管政府的那些立法局議員 那個議會的那些議員 都是劣幣拘捕糟糧幣 那你就容易明白的了